姑娘 你说真想让他来教你 为何不放下身段 去请上一请啊 不管是不是夫妻 这左不过都是为人处事的 平常道理 这时候你怎么就不灵了呢 我那日又不是没有 好说好话地请过他 他也是一把正耳高的架子 回去两个字说得十分爽力 姑娘 都是自己人 你就别再给自己添油加醋了 那日的情形我虽不在尽前 但我可知道的一亲二楚 哪里是在请人哪 分明就是在通知命令 谁听了谁会乐意啊 你要温柔要大气 要说他们爱听的话 那我岂不是比他低了一道 不过是手段而已 只要能达到目的 你在意那么多干什么 就你知道的多 那早些时候 你为什么不在我面前指点指点啊 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 加龙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在我面前不需要行李的 对了 刚才看你的样子怎么了 不开心啊 阿姐安排我一个任务 让我下个月在艳影上 表演双人舞剑 可我哪里懂这些嘛 让阎坚教我 他要赌得远远的 阎坚 他舞剑 那爱我舞得好 要不这样吧 我教你几招 保证你能交差 闻时间 穿过多少流言 才会有一天曾经 你心事愿 你提手下有钱 好 佳恶 还记得从前吗 若是老天真的不知道成全你我的姻缘 那我们继续做兄妹也好 只要你不躲着我 你知道吗 你若把我当成旁人一样对待 就会让我更加心动 对不起啊 家伯 如果说 我们俩能回到以前的话 大概多好 不错不错 俯城王的剑法有模有样 但这招式 还得再操练操练一次 你来干什么 当然是来教你舞剑 皇后不说了下个月宴影会 想让我们共舞一举吗 皇后都开口了 我们不得招办吗 我们不得招 俯城王殿下 你刚才的每一招每一事 我都看在眼里 无恙是有的 但少得飘逸两个字 动作凝滞 不够流畅 只见其招不见其乐 难以服人更难动人他 贾罗 时间不早了 我就先回去了 对着我来见俯城王 难道想在燕影会上 跟他共舞不成 那我成什么 你想让别人看我杨坚的笑话 也不能采取这种 极端的方式 杨坚 你上回可不是这么说的 说什么话办什么事 都是此一时彼一时 长点记性 你 来 是 是 是 我剑不是用手臂 而是用气息 用气息带动手臂 用手臂带动手臂的剑 剑随眼 眼随心 不要的时候 你应该忘了自己 眼里 只有剑的影子 愿求全身在 可不饶心人 这次都不见了 好 谢谢 少爷 少夫人 今天是一同回府啊 是 今天练的招式也差不多了 改日我们约在后院便是 好 东群 我们走 少爷 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连这么红啊 你们两个今天郎才女貌秦色和名 真是多少磁灶堆砌在你们两个身上 都不为过 我敢打包票 明天的宫廷宴会上 你和世子一定能拔得头筹 真的有你说得那么好 不仅仅是我 就连府城王都看吃了 要不是我知道内情 知道你们两个平时 连一句话都说不到一块去 不然的话 我肯定以为你们两个是一对 只献鸳鸯不献仙的眷侣呢 正容 我感觉自己好像染了风寒了 少爷 你瞧这什么天啊 哪来的风寒让你着啊 没胡说 我刚进门的时候就有一点不舒服 这脸颊发烫 头还有点晕 是不是刚才舞剑舞出了汗 感染了风寒哪 该不会吃坏什么东西了吧 不行 我得给你找个郎中瞧瞧 将军身强体壮 不是一杆风寒的体质 脉象上 也看不出什么蹊跷 只怕是劳神伤力 我且开一副补药吃着 若症状有所变化 再做打算 怎么就生病了呢 周周 我生病这事 千万别跟家路说 少爷 这时候就别顾忌那么多了 病成这样 明天恐怕也不能陪少夫人 一起练将了 她到时候自然会知道 我明天就能好了 你不用担心 臭气 这 这 心跳怎么突然加速了呢 连这么也烫荡的 Levi 我 我 不 你 别了 喂 发什么呆啊 练剑了 我今天有点不舒服 你的脸 怎么这么红啊 你是不是生病了 男女受受不亲 那你看大夫了吗 消消风寒不足挂齿 这样 我们赶紧练剑吧 你 谁传奇 那塞外的风雨繁华声 无情一战转一伤 回头看着风景 始终为你的爱 我 谁传奇 我 谁传奇 要怕爱你 世间梦一遍 愿陪你忙记上 那心煞 这孤城 爱的孤同 也跟我教你 我 谁传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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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塞外的风雨 怎么华声 不禁一阵转一伤 回头看着风景 始终为你的 她传奇 可否划 太太好 想命 狼狗 我 谁传奇 她传奇 靳于我的